大家好 这两天有话有反映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杜菌花 前几年养得好好的 这个叶片肥厚翠绿又大 手指头那么大 但是到了今年之后 新长出来的叶片老化之后 突然小了一大半 那么杜菌花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忽略了一个小细节 虽然说平时给它施肥 浇水养护环境都非常的到位 那么这个细节大家没有注意的话 就出现了杜菌花的小叶病 也就是杜菌花的根系生长变弱 尤其是杜菌花的根系出现问题之后 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只需要把杜菌花的根养状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要做的 就是先给它做一次大的杀菌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不做杀菌处理的话 那么它的根系照样长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用这种杀菌药 带生猛性对上精髓 大概5天给它浇灌一次 连续使用3到5次 浇灌到这个土壤中 那么把土壤中的一些有害菌全部杀死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使用一些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生根粉 它不单可以让杜菌花快速长根 同时又可以给它补充各种营养物质 比如说杜菌花所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 铜铁蒙鑫铺 这些微量元素都是非常前面的 所以说快速生根粉跟其它生根粉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这个是比利时进口的 我们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溶解之后再给它浇灌 但是在使用生根粉之前 大家一定要给它做杀菌处理 把土壤中的有害菌全部杀死 这样的话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根长得强壮了 自然这个叶片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杜菌花出现这种问题 不一定是施肥问题 也不一定是教学问题 也不一定是我们养护黄金问题 那么大家只要注意了这些季节 就可以把这个杜菌花养好了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